在大稻城迪化街 不只可以看到特有的怀旧街区风貌 清旧并城的商店街 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 也让人忍不住住足停留 我们访问到这家 从传统中药铺成功转型的药食铺 来看老板如何抓住顾客的心 我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 放在钱贵这么明显曝光的地方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妈妈喜欢 对那你看你会发现 像我们钱贵的每一样东西 它都是有关联性的 像都是跟厨房有关的东西 像譬如说我炖汤可以 你看所以我们有卖香菇 那也有卖像金针拿 虫草红枣枸杞 这些都是比较跟厨房有关系的 最常厨房需要使用的 对没错 所以其实很多妈妈她一进来 其实不用再造一圈去找 反正就放在她的眼前 拿了也很方便 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前面这边大多是属于比较食品居多 对都是可以可能煮来吃 或者是直接吃的 没错 所以像你刚刚有说 这边就是县城可以拿去炖煮啊 是 像这个就是我们招牌做的药扇包 那也都是我们自己调配 然后我认为说最好吃的口味 也是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譬如说像比例也好浓度也好 很有味道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说 你吃的对身体也要很好 对不要说吃的好像会寒或燥 那个就是不对的 就是吃下去都是很温和的效果 对就是重要很重要 就是说无论吃下去一定要温和 如果说你吃下去好吃 但是你吃下去是让你的身体体质 变得寒冷或者是燥冷 那就是不对的 对那也适合每一个人都能吃 不论长辈老少 或者是年轻人 大家都能吃 所以这些反在这边的这些 就都是就是你们长期以来的热销款 那我们刚开始的种类没有那么多 那后来我们就会有客人就是敲碗说 我想要做像我们新上次这个叫 鱼香清汤 他想要做海鲜汤 那我们就特别研发出一款 适合做鱼的海鲜类的 虾子也可以的药扇包汤头 因为我相信市面上应该比较少人有 配像海鲜这种的比较少 对那刚开始像很多像药炖排骨 羊肉卤肉骨彩鱼 都是很多客人敲碗 我们才把它配出来的 然后后来就没有想到说 其实反应都还不错 对就是好吃 那又健康 而且很多会怕中药味大的小朋友 很多都能接受 就觉得很香 然后不会说有那种很重的 就苦苦的中药味 就是会有点颠覆他们对中药的印象 就是说哇中药也蛮好吃的啊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没错 哇这边还有这个热红酒 对啊这个热红酒也是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 有没有 对然后才配出来的热红酒香料包 它原本是好像它原本是国外的 是热红酒它源自于像欧洲那边发展过来 那当然欧美他们比较流行 是因为他们比较看重像 Halloween啊圣诞节 对那他们那边冬天也会很冷 所以他们很盛行这个东西 那后来开始慢慢的才流行到我们亚洲 然后你们也是因为呼应客人的需求 是像热红酒客人敲碗一年多 因为去年我真的比较忙啊 所以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试验它调配它 那今年终于把它给弄出来了 对 哇这些都是你自己就是亲自研发的 是没错没错没错 像热红酒它我觉得有一个很主要是说 呃你看到你除了要好喝以外 我看了也要漂亮我喝了心情才会好啊 对不对你看像我搭配的像颜色 还有我怎么去摆放我每一包都一样 你看到像我们的冰糖一定是在最下面嘛 肉柜一定是在横的在中间 玫瑰在右边 你看我们每一包都一样 玫瑰在左边 这些都是有经过设计的 了解 哇连这个摆放的方式 都像就像包离合一样很慎重 会比较费工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客人他可能第一眼的印象 或者是他第一手拿到的感觉 我在还没煮的时候我看了心情就很好 那当然在煮了之后又更好喝 那不就是两全其美 客人就会咬住了 所以就是不只是这个 他的药衫 不管是药衫包还是热红酒 这些配方 不管是他的特性 他吃下去的效果 就是你们也是从 就是从客人的第一眼的 视觉的观感就已经开始在设计到了 是 其实我在经营这家店的最大的方向 其实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样仅此而已 对没有说去做过多的一些 可能装饰那些 其实我就不需要 只要你满足客户的需求 客人自然会上门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 当然你的品质的管控压管控好 东西的管控压管控好 就是不可以有坏掉的或者臭掉的都不行有 对那包装就是你会发现都是很明亮的嘛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品质的好坏 对因为人那么多 总有那么的一两%是专业的人士 对不对所以当然一定要老实 对你东西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没错 所以这就是呼应到你们的这个 这个叫电讯吗 还是 一层天下无南寺 其实那个匾额是从我阿公那时候就留下来了 对然后也算是我们家庭的祖训 是祖训 对那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何不如把我的祖训把它用在我的店名上呢 那时常可以提醒自己 一层天下无南寺 不论是自己在低潮期 或者是在有遇到困难有问题的时候 都能迎任何的结果 对这是我比较希望的 那也希望说阿公他随时都可以陪伴着我 在这家店一样 对 那你们店的话 应该就是一般素食者也很 很常会需要来采卖这样子 对非常喜欢 对那其实像 药膳的香气啊 是 那像我们这些药膳包 你看虽然它命名叫羊肉炉 姜母鸭 烧酒鸡 好像是荤食的 对不对 其实它全部素食者也都能吃 只要你不加肉都可以 加入你喜欢的食材都可以 没错 月子补专家其实也是我们的专场 那他们像月子补的配方是从我妈妈那边去调配的 那我们一般都是做现抓 对 因为女人一辈子就是怀孕那么几次 对不对 你生一个小孩 那就是一次 那你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去把它补回来 红花算是蛮高级的药材 都是从西班牙来 或者是在伊朗 那边比较多 从国外这么远的地方进口 是 而且在台湾买还比你在当地买便宜 为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当地买来比较贵 对 你看像红花它这个很特别 它这边有很多支柱头 对不对 它其实你一朵花里面 它其实我们在采收的时候 它只有三根 但它这个腰部位就在它的柱头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药材 你看光很多 你要去收成 那个工费其实就要花很多 时间在上面 对 那像我们自从改装之后 很多客人都会忘记说 诶 我们好像不是中药的行 其实我们是中药提包商 所以我们都还这些帮一些 你看像人参虚 黄金天马 有没有 甚至左下角那边有党参 黄旗当归 对不对 像这些都是可以像很多客人 它我自己有我的配方要炖它 那它就是可以直接买这些原料 它自己去煮 也是有这样子的客群在 对 你看这边我们的茶包系列啊 基本上我们从头到脚都会保养到 你看像我们这边很像我们最近 这一两年卖很好就是明目茶 因为手机的盛行 有没有 平板的盛行 诶 或者是我们上班族都在电脑桌前面 眼睛会疲劳酸色 这个就卖得很好 像有顾眼睛的啦 然后还有 民意力的 血液循环对胃的 排斥的 饱肝都有 像我们也有美滋茶就是 帮助代谢 健康减肥 对 时代一直在变啦 而且变得很快 你看像这一次的疫情影响到很多 你知道很多在 本来都外面上班的 都在家里上班 也改变了很多人 可能像现在外送平常也是生意很好啊 可能即便你疫情退烧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其实也是那个消费模式的改变的一种 中药库第三代老板 认真回应客户需求 不断研发创新商品 对品质严格把关 也因此对自家品牌信心满满 在这里 我们看到传统产业的创新精神 也看到老板将从前的药膳饮食文化 延续下去的用心